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火爆出圈 网友点赞博主煎饼博仔和夏业妹妹 连央视六公主也出面表扬 第三集小玉湖终于回家了 连以为她是过来探幕 然后带着中国文物一起逃出博物馆 结果她只是过来送家书 行师陶友博物 您好 迪师陶友阿姨要我告诉您 改日 您拨您的春风弦 他对他的晚风敌 呼唬爷爷 我看爷爷要我跟您说 当被问及会不会带大家一起回家时 小玉湖回答 中国人不做那种偷鸡魔狗的事 他都说 总有一天 我们会风风光光 堂堂正正地回家 网友纷纷破防 真的哭死了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 堂堂正正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每个文物的一封家书 听得我泪如雨下停不下来 有人说 小玉湖既然回家了 为什么还要返回大英国物馆 网友科普 小玉湖是2017年大英国物馆出资购买的 年龄小且不是被蒙眼带过去 只有她记得回家的路 却是永远不能回家 人生好无恙 结果 有啊 结果 何必再告诉我 赢了 那就去做承诺 好 好 好